長官 貴賓 媒體朋友們 以及臺灣雲市級的工藝商 以及中小企業代表們 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副民署長 余維珍 也是臺灣雲市級執行團隊的議員 歡迎大家參加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臺灣雲市級推動成果記者會 面對連兩年疫情的衝擊 新的生活型態加速了產業數位轉型的進展 數位轉型儼然已成為各行各業突破困境 打破疫情衝擊 改善經營模式的重要關鍵 為了協助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 臺灣雲市級一戰式平台 於110年7月1日正式上線 到今年8月底 已經有超過3萬2千家企業熱烈響應 申請政府補助採購訂閱式的雲端軟體 獲得相當大的效益 為了讓更多的中小企業 跨出數位轉型的第一步 今天特別邀請已經採用的企業現身說法 期望讓更多的企業了解雲端軟體的好處 活動一開始 讓我們先介紹今天到場的長官 以及分享的代表們 首先是數位發展部李懷仁政務次長 謝謝 以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胡貝蒂副署長 黃雅萍主任秘書 還有曾碧雲組長 謝謝 還有我們的長官們 還有很多都到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台灣雲市級的雲端軟體供應商 包括點點全球 謝瑞婷執行長 黃國旗營運長 黃國旗營運長 一星資訊黃正義副董事長 黃毅黃營運長 黃毅黃營運長 還有旭海國際林志達業務副總經理 老虎網路科技王雲廷營運長 謝謝 資俗管理顧問 陳開佑創辦人 歡迎 還有來分享的周小企業們 有包括西門町最台位的 雪王冰淇淋高慶豐負責人 來自台南的中藥行 柏仁堂周建文負責人 來自花蓮的海樂酒店 林正文總經理 以及來自雙北的好時光 女生運動樂園潘怡芳 創辦人 以及來自附近中山堂 堡壘古蹟餐廳 研藝化負責人 謝謝以上出席的貴賓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 數位發展部李懷仁政務次長 上台為我們致辭 謝謝李懷仁政務次長 不好意思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這個數位部跟產業署的同仁 部署長主命 還有各位今天來參加的這些 不管是我們的軟體供應商 薩斯的供應商 還有我們這些實際上 採用服務的業者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來參加這個 我們的這個 數位與市集的這個 推動成果的記者會 對我們來說 數位發展部成立到昨天剛好一個月 所以不好意思 今天忘記準備這個 滿月的蛋糕請喝 好 明月蛋糕應該要準備一下 這個跟大家先 不好意思 那 呃 這個 雲市集呢 上面其實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未來也是非常 過去是非常重要 過去是非常重要 過去在經濟部這邊 那現在到數位發展部這邊 他當然對我來說 也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 呃 剛剛其實主持人其實有提到 上面已經有3.2萬家的 這個中小微企業已經上去了 那已經有1100多 這個項的服務也在上面 那這個上面的服務其實非常多 大家上面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從開店 從這個 這個 這個ERP 從這個支付 各式各樣的軟體 那 當然現在 呃 這個ESG開始了 我們上面這個減碳的這些服務 訂閱也都在上面 對我們來說 從這些服務在上面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 協助這個 中小微企業 能夠用訂閱的服務 來幫助他們 進行數位轉型 那大家都知道 數位轉型其實很辛苦 就像打game一樣 要一貫一貫去升級 喔 昨天我穿了這個 這個升級的T恤 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 雲思集可以幫助我們的 中小微企業 一起來升級 一起來透過數位轉型 來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那 呃 特別要強調的是說 這個 中小微企業來到這個 所以來到我們雲思集的話 這個 每一家都有3萬塊的補助 就是他們 他們付一半 他政府會補助一半 那這個 這個服務實在是很好 那 就鼓勵大家趕快來 使用這個服務 那這樣的服務 同時也會刺激我們的這些 軟體的 這個 我們的軟體的 軟體業的朋友 一起來成長 看到更多這個各行各業的 數位轉型的需求 他們就能夠提出更多的創新 那這樣子台灣的競爭力 數位競爭力就會更強 那希望今天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感受到台灣這個中小微企業的數位競爭力的波波發展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副長 謝謝請合作 接下來我們要請數位產業署的湖貝地副署長 上台來跟我們分享台灣雲市集推動的成果 那今天在會場當中呢 我們的後方也有擺了五個攤位 展現我們待會要分享成果的五組的工藝商跟我們中小企業的一些使用的方案 那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們 待會也可以去體驗看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現場來跟大家諮詢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歡迎湖貝地副署長 幫我們介紹台灣雲市集的成果 好 那個市長 然後還有在座的各位等一下要分享的先進門 還有各位記者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感謝各位來參加我們這個記者會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來跟各位報告我們雲市集 結至目前的推動的成果 那大家知道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 不是只有數位部在做 事實上從疫情開始 我們就結合了經濟部 農委會 客委會 圓民會等等 就各領域的各行各業的轉型 有做一些輔導與協助 那我們也知道很多的數位轉型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很困難 所以如果有一些共通型的這種軟體可以集結起來 讓小微企業在採購的時候可以更便利 可以更容易掌握的話 事實上這樣的平台的建構是可以推廣得更順暢的 那我們也知道剛才市長也提到說 很多的軟體事實上等待被開發 所以我們也鼓勵很多的支付業者 他們也可以去做這個SARS再開發的工作 讓我們的很多的軟體可以更文薄的發展 然後更讓這個小微企業可以更掌握然後去採用 那大家也知道這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搭配了這個TAS的培訓的工作 那在這個之後我們可能有機會 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還在講這個 臺灣與市集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臺灣的各行各業 包括我們這邊講的旅宿業、製造業 或者是餐飲業或有一些車行 甚至是路邊攤等等 事實上我們都非常鼓勵大家做轉型的時候 就到我們雲市集展開他們的數位轉型的第一步 所以剛剛有不管是組織人或是黨也都提到 從去年疫情很嚴峻的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推這個雲市集的平台 那截至八月底的時候已經有三萬兩千家 事實上已經超過這個數字了 這是熱烈響應 那逼著行政院長官再拖錢 在拖譽上給我們 讓我們繼續來推動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這樣的記者會 然後呼籲更多的中小微企業 如果要數位轉型就到這裡來 就剛才提到政府會補軟體採購的三萬塊 有買才有補 所以你出一半政府出一半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數據我們從後台看出來 事實上現在是在批發零售業跟住宿餐飲店 同時也是台灣最多的企業的地方 那很多人已經採用了我們這個雲市集的Solution 那我們也從後台看出來 這些企業主要以九人以下的最多 那當然也有18到199人左右 可是九人以下的來採用我們雲市集的Solution 就對了 所以我們鼓勵很多的小微企業 都可以來這裡做採用 那雲市集的架構大概是怎麼樣呢 在這邊跟各位簡單的說明 所以我們希望邀請很多的服務工作商 上到我們這個雲市集的平台上面來 那上下之前我們都會看 那是不是服務不中斷 或者他自然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我們都會去做這個得優的概念 去邀請他們上架 當然這個小微企業使用之後 我們也請他評點 所以如果太爛了 我們就會把他趕下架 OK 那所以中小微企業呢 他一定要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那最近我們放寬了有很多夜市攤商 他們只要有稅集登記就可以來上面採用 所以我們這樣的平台 剛才次長也提到 現在已經有一千多件的方案 讓小微企業可以來選擇 那有些人就有選擇比較困擾一點 所以我們有一個專員服務的專線 可以協助各位在選擇的時候 有一些人可以諮詢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把我們官網的 這個網址跟客服專線列在這裡 整個平台是全線上的服務 所以業者在申請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 不用紙本 不用跑到政府部門的櫃台 然後24小時如果想到想要來申請 都可以在這邊看看有什麼樣的好用的SARS 然後就可以去採買 最重要一點就是這個非常簡便 相關的中小企業認定資格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重複申請等等 我們都可以從後台電腦 就是自動去判別 然後去做相關篩選的動作 所以我們有一些經驗 大概一般的業者要申請到 真的拿到點數 然後開始採買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這個對於一個數位政府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企業只要比如說要負責人手機 就可以透過這個我們後台的商業室的 登記的資料去做縫檔 就可以確認他是這個負責人就可以來買 或者是當然一個公司都有工商評證 那他也可以請他的會計 或者是人事單位 就可以來用這個工商評證來可以買 那最近我們部長也給我們指導 就是那個內政部的自然評證 他軟評的部分也可以來做負責人的身分驗證 所以有這樣三個管道 大家都可以到演示集那邊去做申請的動作 所以是非常便利的 那剛才講一千多個方案 事實上總共分十五類 那這檔也提到 不管你是ERT或者是CRM 或者是一般的小店家希望在線上開店 或者行動支付 或者是雲端收銀等等 都是現在坊間非常被小微企業需要的 一些詢訊 所以這個十五類呢 每一類都是訂閱制 就是過去可能要一般企業買了20萬 一般要一套的軟體 可是現在可能一個月一千塊就可以 很快的入手去採買這樣子的一個軟體 所以對小微企業來講 就是可以無痛的去採過這樣子的solution 那數位有什麼好處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紙筆記錄 有時候會錯掉 然後還要紙張換來換去 有時候一邊要煮菜 一邊還要寫很濕濕濕濕的 所以其實一般一邊是非常環保 不要浪費紙張 一方面做生意可以更便利 所以我們希望在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兼顧靜靈碳板這件事 那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邀請到我們實際使用者 來這裡現身說法 就是他們的solution到底有多好用 然後這些供應商 到底提供了什麼樣好用的服務 我相信等一下這些業者 就會跟大家做更好的分享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剛才提到數位轉型跟靜靈碳板 都是現在非常重要的兩個趨勢 那國際上也很多的國家都在做 所以我們即將在10月22號到10月25號 這四天的時間 會在松山文創園區辦成果展 所以也非常歡迎所有的小微企業 或者是記得朋友們 幫我們多多廣宣 那我們在四天的期間 會有一個大會的開幕 儀式是在禮拜六 之後會有一些數位轉型 跟靜靈轉型的一些互動的一些Event 讓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數位 跟靜靈碳板的一些成果 那另外我們舞台可能有一些拍賣走秀的活動 也非常大家來看熱鬧也看不到 那另外我們當然有一些數位轉型的論壇 跟綠色有序的論壇 也邀請一些轉型的大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面的經驗 那今天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報告一下目前的成果 那等一下就邀請我們業者 一起來跟大家詳細的說明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副局長的說明 這個簡報也在各位的題材裡面 大家可以再做參閱 今天特別邀請到五組台灣雲氏級的供應商 以及中小企業代表們到現場來分享 他們數位轉型的成果 首先我們要歡迎明陽國際 擁有75年歷史 將經典台灣味與冰淇淋完美結合 菜單上有高達74種口味的雪王冰淇淋 跟我們分享我們記憶中的把鋪推車 如何運用數位轉型 讓人手一機的世代搖身一變 也能走在潮流尖端 手指點一點輕鬆完成打擊 我們雪王冰淇淋高級豐富責任 點點全球 黃柏奇營運長已經在台上了 請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快一點 我是柏皮 其實快一點就是一個提供 就是中小型餐飲業 一個數位轉型的一個 一站式的一個平台 我們從線上點餐 可以做外帶、外送、內用 甚至是團購 像包含整合的外送平台 以及行動支付的整合 然後物流的整合 我們就可以一站式的 幫店家完成這些服務 讓店家可以節省更多人力成本 然後提高更多的回購率 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個服務主要好的國家 我們首創的飲料 可以有甜度、冰塊的調整的一個模式 那其實不只飲料業 再早餐也是 大家可能其實早上在那裡想說 我土是要切片 我不要加胡椒 發切分開放 那這些服務的廢後 其實辛苦的就是店家老闆 對 你全部念完 便還能花五分鐘的時間 那一百個人就是五百分鐘 那大家知道現在基本工資一直上漲 甚至找不到員工 所以其實店家越來越辛苦這樣子 那超多快一點 這樣子的一個數位工具 當消費者自己點 那其實就可以減少店家的一些成本 所以那其實 雖然疫情比較趨緩 那其實缺工啊 還有問題是沒有解決這樣 那我們期待未來 可以跟數位部以及民視集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協助這些店家 然後提到他們的移民競爭力 那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我們一個 就是老闆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怎麼使用它一點 大家好 我是學王冰淇淋 高慶光 那我們店就是有很多種口味的冰淇淋 那剛剛有講到廚師切邊什麼的 因為我們有七十幾種冰淇淋 所以客人常常有選的障礙 那他光選冰淇淋就會花很多時間 那有了快一點之後 就是第一個那時候疫情期間不能禁止內用 只能外帶 那客人點完 然後我們還要幫他加總金額 他還要去匯款 然後還要對賬 然後對賬完之後出貨是誰 就是我 我就是司機 然後我要開車送冰到 因為那時候連黑貓都物流都塞車了 那所以有了快一點之後 第一個 他可以幫我們整合 客人點完 然後直接串金流 他可以LinePay 線上可以支付信用卡 然後到物流端 他可以幫我們串接LaLaMove 所以解決了金流跟物流 那在數位轉移方面 自從串完快一點之後 本來這個老人家 因為他出來就是後面看到那個小白單 所以連老人家都可以很輕易的 就是看著小白單 然後挖冰淇淋 然後出單 那本來他以前很多數位轉型的都反對反對 不要拉一推 不要接口什麼的 那經過了快一點之後 後來我們去年所有市貨都上了 所以有客人說 其實幾年冰店 為什麼連接口 然後悠遊付悠遊卡什麼都有 可是在數位轉型做得很成功 那也都是因為疫情的幫助 在這邊謝謝大家 哇 謝謝大家 我們一趟 謝謝雪洋冰淇淋 包括負責人的分享 緊接著我們要歡迎的是 剛剛榮獲2022年米其林指南 秘比登推薦的博人堂 來分享他們如何透過數位轉型 輕鬆掌握進貨備料庫存管理 訂單再多都能輕鬆掌握 我們來歡迎博人堂周建文負責人 以及一心資訊的防疫防委員長 來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一心防疫防 我們是傑士達集團的成名 那我們在數位轉型這條路上 在這個疫情跟後疫情 店家關心的只有三件事 一個就是說 我如何降低我的人力需求 第二個 我怎麼去控制我的原物料 因為紅糖非常厲害 第三個就是說 行銷管道這麼多 我如何好好的做這件事 那我們就打造了這樣的一個 全通平台 來讓我們的客戶 可以由內而外 由內場的自動化 到外場的自動化 由線上到線下的轉型 然後而且是一個彈性敏捷的方式 可以讓客戶快速的去轉變 可以讓客戶快速的去應用 所以打造這樣的一個平台 來協助業者做數位轉型 那右手邊我們這個平台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剛剛點點全球 都在我們這個平台裡面 可以被選用 所以我們就打造一個 全通路平台的生態圈 那我們在雲氏集裡面 推出的服務 就如剛剛所說 POSE 我們的POSE 是可以管到原物料 多層次的泵表 所以你每次銷售的時候 其實它都已經在後配方 所以掌握即時庫存 所以等下博人堂就是在這個部分 做了很大的琢磨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配合就是說 像攤車 我們有M POSE 行動POSE 那線上點餐 點點的線上點餐 那包含就是說 我們有自助服務點餐機 那可以讓消費者 除了在掃碼點餐以外 他還可以有一個選擇 就是Kiasco點餐 因為他可能用信用卡 五塊的就可以支付 那當然行動支付也都可以 所以我們打造了這樣一個平台 跟很多的業者 我們開放式的平台 讓業者整合進來 那我們就帶領這些業者呢 一起我們要去打世界盃 所以我們在東南亞 新加坡 我們有一個 新加坡最大的POSE公司 是我們的子公司 佔新加坡50%的市場 那包含像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都有分公司 所以呢 我們就打造這樣的環境 讓各位一起帶領業者 走出台灣 我們今天高興請柏仁堂的周老闆 我來分享一下他使用的器 大家好 我是柏仁堂的第六載負責人 其實在說到老店要轉型這件事情 應該是大致上很困難的一件事 那包含說他要幾代的堅持 那可能說你光是要連轉型成餐廳的部分 就是一個挑戰 再來要提到數位轉型更是困難 因為藥房就是一個很濃濃的人情味 有時候你去買個當歸 爸爸會說 欸 那實在的 多50塊錢 還是多50塊錢 那有時候就是 就是這關係的 導致我們那些進銷純的貨物 其實都對不上 所以 在這個時候的數位轉型就很重要了 所以要控制爸爸的那個 跟客戶的情感 他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那 開始我們就做了這個數位轉型之後 慢慢的把這些報表啊 或是一些 餐點上 或是後口的原物料端 都慢慢的能夠引進到裡面 可以把更詳細的分析 數據都出來之後 那可以更容易掌控我們的報表 這是我們剛好也透過雲氏集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剛好有這樣的成果 那其實傳統老聽就是 要轉型到能夠讓出單啊 或是一些樣樣的數據 都很精準的抓出來 其實也是要慢慢的從人員的訓練 發揚到一些 需要跟客戶的對接 這是我們目前都一直在 推廣說一個數位的轉型 那已經累積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所以剛好也很迅速的 很精靈讓業績都有提升 那單子也會比較少出所 就是慢慢的也一直成長 剛好也很榮幸的得到 精靈的必比登的職能 讓大家可以解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無人談精采真實的分享 那現在讓我們想像一下 一陣陣的海浪聲 將由與海為伍打造愜意之地的 知名花蓮海樂酒店 來分享他們結合續海國際科技 整合多通路有效節省人力 安排地方簡單又快速的經驗 請兩位上台 請歡迎的是海樂酒店的 林振文總經理 旭海國際科技的 林志達業務副總經理 謝謝 市長 副署長 我是旭海科技的志達 很高興來參加這次民視集的成果發表會 那旭海科技是一間二十年的系統供應商 我們是在台灣已經服務這個飯店 旅宿業者已經有將近兩千多家的這個案例了 那我們這一次提供的這套系統 其實大家也知道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都是在疫情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大家可以馬上可以期待的是十月中的時候 我們將解封了 解封的意思代表就是我們台灣的旅宿業要重新面對全世界的旅遊市場 那旭海這次提供的這個系統呢 是能夠讓飯店業者很簡單的 在一個平台 在一個介面之下 可以同時掌控全世界三十五條 OTA就是Online Travel Agency 就是這些業者 因為以前來說 我們在遇到系統上面來講的話 中小型的飯店或者是民宿 因為人力有限 通常業務要兼行銷 還要再兼櫃台 他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來去管控那麼多條系統 因為他可能把房間 我有二十間房 我要同時間放到Acoda 放到Booking 放到不同的平台的時候 開開關關很容易造成的這個房價 以及這個爆房的狀況 那我們這次利用這套系統呢 很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讓他在一個平台之下 能夠去串聯到全世界所有的通路 讓台灣的房間可以很快的速度 賣到全世界去 第二個重點是 我們用最少的人力 讓飯店的人員 他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中央的庫存管理 可以把所有的房間 在一次的管控之下 就可以把所有的房間上架下架 以及價格調整 全部都可以完成到這個部分 那很感謝余世吉這一次 給我們的這個幫助 讓我們在這一年的時間 能夠把這樣子好的系統 能夠推廣到我們這些台灣的 這些最辛苦的旅塑業者 那我現在請林正文林總 這邊來去分享一下 海悅的這個使用的一個狀況 長官各位同業先進大家好 我是花蓮漢月畢姓林 那我們這套系統 最大的優點都被林寵講到 那我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續航 因為其實這種定房整合系統 我們只講Channel Meritor 其實續航是我們台灣的銀牌 他們自己研發 那其實在海外市場 他也是有 更早之前就有推出這一種整合系統 那其實當初我也是都有比較過 為什麼我會選擇續航的原因 因為一個共同的語言 很好溝通 我有什麼問題 我其實信我可以找得到人 然後他們的服務真的是24小時 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家 他其實他不是不好 但是也是語言的問題 那可能我不太可能 我所有的操作人員都會平穩 然後再來就是服務的即時性 因為時間對我們飯店來講非常重要 我今天對客人 剛剛像林總講的 我的房間的庫存管理 我房價的修正的增減的即時性 那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一套的整合系統 比如說以往我可能要花一個小時做的事情 我可能五到十分鐘就可以完成 為什麼我要花一個小時 我們的主要通路大概有八到十家 今天我為了修正一個房價 哪怕只是一百塊兩百塊 那我一個通路我可能要花五分鐘 十個通路我要花五十分鐘 然後今天藉由旭海的系統整合 因為他幫我把十家都串在一起了 我只要花一個五分鐘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因為其實對旅宿業來講 我們的房價跟房間是隨時在變動的 我們比那個什麼初一十五的月亮還要更不一樣 我們早上下午晚上 對對對 所以這套系統是對我們旅宿業實質上 是帶來非常的大的幫助 那舉個例剛剛過的這個悠遊補助 然後大家都知道花通就像戰場一樣 我們那個每天八到客滿的住房率平均 那我們的人員講來一點住房間都來不及了 那我們還要再花時間 如果要像以前一樣我一個人 然後每天要花兩三個小時去處理這一些 OTM的事情 那我們現場真的人力啊 人力上面其實真的會很緊張啊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荷玉總經以及須海國記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懷抱夢想 打造專屬女性如同家那樣溫暖 像樂園般歡樂的夢想運動空間的好時光 談談他們在實現夢想的路上 如何運用數位轉型工具 同時進行結合預約 場地管理等等功能 讓開拓每個夢想的場域道路更輕鬆 我們歡迎的是好時光 女生運動樂園 潘怡芳創辦人 以及老五網網路科技 王雲廷營運長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一七幣營運長王雲廷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軟體服務 一七幣主要是針對健身運動美容場域 所設計的營運管理系統 那其實我們也是針對地研性商品銷售的店家 所設計的營運管理服務 那什麼叫地研性商品呢 地研性商品就是本質上 我們在消費的時候會先預除一筆錢 可能我們是買十字二十字的課程 或者是買一個月一年的匯集方案 然後我們必須要透過預約這些服務課程 然後或者是透過進出廠來核銷 來使用這個服務的這種店家的這種軟體服務 那這種產業 那其實在台灣呢 就是以運動產業跟美容產業為主軸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體驗一下這個實際案例 可能是你買了十堂的這個瑜伽課程 然後呢你上個禮拜預約了 今天早上十點要來 要上一堂你最喜歡的瑜伽課 結果呢臨時因為要參加這個雲氏集的這個技術館 所以我們必須要取消 那取消的過程後來發現 星期三早上突然發現有同事可以支應 所以你今天又可以去上課了 所以在這個使用的過程中 你會一直無限的取消預約取消預約 或者是遇到疫情的狀況 你可能必須要請假 或者是延展的這樣子的產業 那目前在台灣呢 主要就是我們公司作為這個第一個領導者 去服務這整個產業這樣子 那我們具體提供的工具包含預約管理 課程管理還結合線上預約 然後深度的客戶管理 那當然在這個產業也需要跟客戶 這個消費者高度的互動 又體諒你們各種這個可能發生的 這種臨時的狀況 那當然在領域管理上面必須要做到的 就是數據深度的分析 然後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為了支援大型的場域 我們還有IoT的門禁通關的系統 所以我們從一人的店家 到上萬幾坪的場域都可以支援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雲氏集 非常榮幸的有機會 可以服務到全台灣最大的女子運動社群品牌 好時光 那接下來就請這個好時光的那個小胖老師 來問我分享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好時光的共同創辦人 我只要潘一放 那大家可以叫我小胖這樣 對 然後呢 你才運動就會變瘦了 對 那我們好時光呢 主要在做的就是 希望幫助女生開始運動 養成運動的習慣 所以呢我們就是要自力剔除 所以會造成女生開始運動的障礙這樣 對 那大家都知道運動其實蠻累的 那如果說你約課又很累 像剛剛講的 我們預約也是要打一次電話 取消又要打電話 又預約要再打電話 內上加累你就更不可能運動了 所以呢很幸運的 我們有這樣子很便利的約課系統 可以幫助我們的學員啊 更輕鬆開始他的運動路程 那當然呢 同時也幫我們降低了很多這種 客數客服的問題 有人說我上禮拜有打來說 我不要取消無憑無據 然後造成無糾紛這樣 所以降低了我們的客物量 那第二個很不錯的是說 在行銷推廣這邊啊 因為有這樣子的平台的幫助 可以改變以前運動產業的形態 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接過一些電話說 喔我是XXX健身房 要來體驗嗎 的類似的電話 因為過去在運動產業的行銷推廣上面 很多都是靠人力打電話 那其實非常不流暢啊 打了好幾通 終於要來了 那他要繳費了嗎 啊可能約了又不來 所以我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很幸運我們在這樣子的平台上 可以預約 可以有金流 有電子發票 所以只要對運動有興趣的人啊 不用再接到我們凡人的電話了 按一個鈕 就全部搞定 對 所以讓整個行銷是更流暢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現在 總共有八間份電 靈性專屬的空間 那每一天啊 其實透過系統 也不用去Download Excel啦 報表那個畫面打開 就可以看說 究竟大家喜歡上什麼樣的課程 不喜歡什麼樣的課程 或者說是手勢體驗的人變少了 還說是體驗完不購買課程 其實我們很快的也是 直接通過數據 都可以幫助我們在課程的設計上面啊 行銷方案的設計 已經整個會員管理上面都非常便利 對 所以呢今天也是非常有幸 跟他的記者會那也很謝謝 透過台灣銀事集的幫助 可以幫助運動產業 在數位這邊盡情提升 謝謝大家 謝謝好時光 一直到你這次的分享 請合作 接下來讓我們用著優雅的腳步 走進中山堂堡壘廳 聆聽企業如何導入數位轉型工具 讓餐廳繁雜的工作 事項變得簡單 Post系統就是開店的最佳幫手 讓我們歡迎中山堂堡壘古蹟餐廳 研毅華負責人 以及資助管理部門 陳開佑創辦人的分享 那大家好 我是I-SHOP共創辦人陳開佑 叫我Kent就可以 那今天容易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聽說今天我們滿一個月 恭喜啦 那剛好今天其實下位是I-SHOP 十周年的慶祝的活動 就是很感謝跟著台灣這個土地到我們一直往前進 十年前I-SHOP大概也是從我們自己的餐廳開始 馬上堂開始做的系統 也是台灣第一間提供電子發票解決方案 給市場上的Post系統 這件事情我們很驕傲 是能夠把科技持續帶給新的餐廳裡面 科技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做軟體公司 那我們專注在餐飲這個領域裡面 做了十年指打這個東西 那我們看到的事情 其實科技扮演的事情應該是啟發餐廳經者創造力 工具本身是死的 但是它是唯有交付在創造者的手上 才會有靈魂 那是我們希望做成的事情 那我們提供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思考推動餐廳進步的時候 我們提供三個 第一個是科技 我們非常驕傲的講 I-SHOP是全球唯一同時跟Google Facebook Line GrabFood UberEase跟Post整合 並且共同開發產品的餐廳Post系統 全世界最先進餐廳Post系統之一在台灣 那但是其實科技是不扣的 實話是你把這個App交給對方手上的時候 小老闆需要信心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軸線在就是說服務 它是support 你必須要讓它有信心去做它 在一行間我們學會的 其實餐廳需要的不只是客服 它需要是輔導 要知道這個科技怎麼樣能夠被導入被使用 所以我們協助木柵的柵柵的柵柵的鹹柵雞攤 把它的外送的占比調低百分之二十 盡力提升百分之二十三 活用全同路由科技 那第三點就是社群 它其實不是要自己做 我要看到別人做 像今天看到同一是非常非常興奮的事情 十年來的路終於走得不孤單 那所以我們就舉辦各樣的社群活動 提供爆發心靈成長課程我們都提供了 好不好 就讓大家經營得更快 那實際上面幾件事情分享 非常驕傲利用各位講 感謝主辦單位就是同事 iShape可以獲得雲氏集效量最佳解決方案 那雲氏集在這個政策推動我們非常有感 至少讓市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的科技採用率 然後讓市場對於這次政府在推動的雲端化政策 有了信心 這一點是我們在十年間始料未及的 即便在電子發票政策 都沒有辦法感受到同樣程度的動力 再次感謝就是這次政策推動的方法 那同時我們現在每個月大概每一天協助超過一萬三千間餐廳 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日本、泰國等地在經營這些的餐廳 那同時在疫情期間我們也跟Google跟LINE 透過專案協助包含台北龍甲夜市發動線上外送 然後屏東高速把一半以上的夜人登上Google的商家 那以及協助馬公準備花火節 然後提到他的透過線上點餐全通路整合 提高50%的客單價跟20%到30%的業績 這些都是我們在這個疫情間學到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講說iShop好棒 這是我們的作餐 其實不是事實 這是跟雲世吉的這邊的幾個朋友長官 大家一起摸索出來的 我只有很多的感謝想跟各位說 那同時我也想跟各位介紹 我各位也非常喜歡 各位也一定要試試看 就在西門町附近這邊中山堂的堡壘餐廳 謝謝小姐 這種很驕傲的客戶 大家掌聲歡迎她一下 謝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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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品是在中山堂裡面二樓的餐廳 我們是一個複補的餐廳 那相對著我們 我們的服務人員其實也都是退休 Montion 那非常的優秀 當初我們導入之前是用手寫的 後來導入之後他們一度有一點抗拒 比如說手寫很快 那後來導入之後 他們發現一紙神功真的非常的快 對 會覺得說說得很唱得好聽 那種感覺來了 回來了這樣子 那一紙神功用得很好 然後那後來是因為 當下是會有一些困難的 也就是說剛開始學習度 當然會有一些障礙 但是適當的馬上的排除方案是因為 比如說Ishare他們後台的服務 客服都是很即時性的服務 那比如說LINE馬上去詢問對方 或者是他們有很棒的SOP 馬上的即時性的指導 固定說馬上一定要去找客服 那客服當然他們圖文並茂的 回覆給我們現場的服務人員 那大姐們他們覺得是非常棒的 這種服務的方式 那都慢慢可以適應 現在也都適應得很好 那後來現在目前的話 還有就是說因為餐飲 我們不只是餐飲 那還有用到譬如說場地的租借 那場地租借分析案件 非常的多元化 那這些有時候即時性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10%的服務費要拿掉 那可能我們後臺管理人員沒有 把他即時性的設定 專案不一樣的方式 那沒有即時性設定 我們就即時趕快請 就是說Ishare後臺服務人員那邊 幫我們即時的出現 我覺得這方面是非常的非常棒 然後對於我們管理者來講 在後臺可以看到即時性的報表 然後分析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一個效應 那現在是蘇維帕的時代 那雖然我們大姐都是創造 我們當然是創造經濟奇跡 不要小看我們大姐的遊戲 對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的評價都是親切服務態度 對 也開演年輕族群 就是Ishare他們來帶動 他們這麼非常 他們推了非常的蘇維帕的一些 行銷活動的課 讓他增加我們一些 就是說未來的一些 餐飲方面的提供一些專長知識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們很支持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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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為主持人和今天福福的分享 謝謝 感謝今天台灣漁市集公益商集中小企業代表們帶來的精彩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今天現場的長官代表們的一個合照 那留下我們精彩歷史的一刻 那我們現在就請數位發展部 領懷仁軍務次長站在台前 以及數位產業署的胡貝廷部副署長站在台前 那接下來就請我們五組的工藝商跟中場企業們 上台跟我們的長官們大家一起合照 好 我們先戴著口罩 看著前方的攝影機 拿著我們的手牌 來 請看前方攝影機 我們開始請記者朋友們可以合照 來 我們看中間喔 來 我們看這邊 好 請大家幫我們說一聲 台灣漁市集 讚 比個手勢 謝謝 台灣漁市集 讚 讚 讚 好 那方便的話 大家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我們不講話 來再造一張 一張露出大家的燦爛的微笑 今天都是我們非常有成效成果的代表們 台灣漁市集 讚 讚 請大家比手勢 臺灣漁市集 讚 好 有沒有 朋友們還沒有拍照 還沒有取景的 可以的話 那我們謝謝大家回座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媒體聯訪 那請大家讓我們的工作人員 把桌椅搬到舞台上 稍後一下 好 我們要請李次長以及胡副署長上臺就座 來接受媒體們的採訪 謝謝 謝謝 臺灣和胡副署長在 palms 直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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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要開始提問 目前的成效還蠻好的 那請問一下接下來有什麼樣的階段性目標 因為我們就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展覽就額外給我們一些錢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還有剩下大概 八千個名額左右可以提供給我們小微企業 所以我們也呼籲很多的中小微企業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儘快上來 因為我們今年的額度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後續的幾個月 就是有點是不妥晚為止 所以有興趣的中小企業朋友們 趕快上來雲士忌來就採購這樣子 謝謝 你好 就是在點方少女平常說 這個雲士忌有點類電商 對方文分析就是加入雲士忌 跟加入 跟我如果是業者 我加入雲士忌 跟加入電商平台的不一樣的支出在哪裡 就是它很優劣在哪裡 加入雲士忌的部分 應該是裡面所有賣的都是SARS的軟體 那我們就賣SARS的軟體 而且是經過政府去檢視擇優惑的 這些才會上架 那一般的電商可能就是企業他們 在做相關產品的銷售 所以我們是用內電商的方式去讓所有的 邀請所有的中小企業朋友上來 做會員的登記 然後點數的採用 然後跟相關的這個軟體的採拿 所以跟一般的電商差異 只是說這個是政府經營的一個市集 然後一般的可能電商是民間企業經營的 不過概念上就是一戰式構築 所有的這個不管是買東西簽約 或者是到後面的核銷 其實對政府部門來講 這個算是一個首次的這樣子 類電商的平台在政府部門啟用這樣子 想問一下部長 就是雲世紀他的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看到雲世紀 有一千多個博物的項目 他可能會有選擇障礙 那是不是他介紹雲世紀 你可以教一下就是他怎麼樣去選擇 他自己所需要的軟體這樣子 謝謝 好 就剛才我們簡報裡面有提到說 總共有15類 那15類可能還是很多 那所以我們有其實在網站上面 也有一些案例 比如說像今天有這個運動會員中心的 或者是有一些餐飲業的 其實有一些案例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大家使用的情境 跟他需要的這種方案 那我們都有相關的影片介紹 如果真的還是很困擾的話 那我們的專線電話 事實上也可以提供各位服務 比如說他可能痛點是在於訂單整合 或者他可能是做什麼會員管理業 所以他可以依照他的需求 跟我們客服人員做討論 然後我們會推薦可能可以選擇的一些項目 那當然會員進入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簡單的選單 協助他們去做評量 也是有這樣的服務 可是如果大家覺得困擾的話 直接撥客戶電話也是可以的 好 想請問就是說剛剛有提到 這些中小七可以用訂閱字的方式 使用這些員端軟體 那對於這些服務工商 他們有什麼樣的誘引 要來原市集提供服務 因為中小七會不會變得 就是可以賺到的錢比較少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這些工業商 他們都是來自台灣的中小七店嗎 謝謝 所有的工業商一定是台灣的工業商 沒有錯 那為什麼要來上面來這邊呢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軟體的這種價格 它可能是非常這個價格紛亂的 那經過這個 給一些企業的一些評點的時機不能太長之類的 所以經過評選的程序上來的這些業者 其實過多或少應該已經有一些品質的保證 所以為什麼業者要上來 是因為第一個 政府也會協助他去做曝光 就像這樣的記者會 我們也去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就是經過挑選上架的這些業者 一定都是品質有保證的這些SARS服務 所以一般的小微企業他們不知道去哪裡採買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邊做一戰式的去看到 台灣好用的這些SARS服務 那再選購起來應該是更有信心的 那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要提出來詢問的呢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這個電話隨時開放 如果真的再有問題 那等一下是不是可以邀請大家就可以到這個 這個餐會 然後實際去感受一下我們的這個SARS的 好用的SARS是怎麼樣實際操作 或者是他們可以分享更多的經驗 對 等一下就請大家抽空可以到我們後面的攤位 可以看到今天五組來分享的 供應商以及企業使用的方案的 實際操作的狀況來體驗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台灣儀式及推動成果記者會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圓滿結束 謝謝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的麗玲 那也謝謝副署長 那在後方的這個攤位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然後了解一下這個操作方式 然後幫我們多多的報導 那台灣儀式及的補助 到今年底還有點數 歡迎中小企業來多多的申請 那也不要忘了我們在10月22到25號 在松山文創園區第二第三號倉庫 舉辦的2022數位轉型 綠色雙轉型的聯合生活展 各位觀眾朋友